哈囉,Kelly 哈囉,Kelly 所以今天搶搶妳帶我來的 就是妳的便美的秘密基地 對不對 沒錯 今天就是要讓曉筠體驗一下 就是我一起來 就是常常在這邊 就是給Kelly服務 因為他們家的東西 你看就是閨蜜花園 他們家是個SPA館 但是它會讓人家覺得 就是來要做一種放鬆 閨蜜 然後來到下午茶花園的感覺 他們家外面的那個 我們剛剛走下那個樓梯的造型 有沒有注意到 他們是一年四季 隨著季節變換外面的原因 外面的貼到花花草草 都會經過設計師設計 設計 我覺得SPA館還要注意的是 也要給女生那種放鬆的感覺 然後呢,減壓的感覺 所以一個空間感 還有它那種設計感 是非常注重的 你看它的這邊壁紙 都是外國進口設計 你知道你像摸的這邊 長八十萬 所以你現在就會有效 造了花園的感覺 對,因為他們家的那個總監 就是任何細節 他們都很注意 就他們這間店耗資了六千多萬 六千多萬 你說整個整體布置裝潢 是六千多萬 整個設計跟布置裝潢 因為你看他們它的家具 都是很厲害的 它這個精油是身體精油 你知道你像摸的這都是水晶 它有利利來的水晶嗎 它是比利時 比利時來的水晶 它們是有機精油 你看我慢慢看它的味道 它是有機 所以它比較偏淡 然後比較自然一點 就是 看你今天的身體狀態 你看有四種不同的功能 可以讓你學到 你看你是想要放鬆 還是改善肌肉參考 還是想要改善腸胃功能 這邊有 都需要 看一下這個 他們這個壁紙 它不是那種就是 已經一體成型光放棄 它們設計師 為這間店自己特地設置 特地打造的 它的角度 它的葉子是一片一片手工 對 看得出來 所以你來到這裡 它們其實給你那種概念 就是講藝術感的概念 所以你來就像是來到一個美術館 你知道你現在做的這個是 在義大利很有名的 Morosa 它們的家具 它叫它去愛用者 你知道是誰嗎 誰 瑪丹娜 天后 Michael Jackson 貝克漢 通常在台灣其他的地方 如果你們會看到它們家的東西 你頂多只能看到一張椅子 對啊 或是一張就是隨便的一個東西 但它們家是布滿了整個大廳 對耶 布滿了整個大廳 你看這群都是它們的家具 然後裡面這些花 都是那些美珍花 還有永珍花 永珍花 所以妳來家看起來 都是非常鮮豔 好美喔 對 它們走花藝路線 然後你看這個椅子 就是它們家這個品牌 是經過 它們整個設計 都是得過柏林的紅點大獎 對 他們設計師是得過這個獎 所以它們幫助得非常漂亮 然後這個椅子 它們為了就是這間閨蜜花園 所以它們設計師有寫上 在台北的閨蜜花園 有使用它設計的椅子 天啊 都可以寫上去 對 台灣之光耶 對 因為我們閨蜜花園 很重視美學 相當重視美學 所以這些幾個家具都要價付費 像你們做的這一張 它為什麼這麼貴 因為它所有的 像你看到這個材質 它都是用魚線黃色 半手工編織而已 魚線 是釣魚線的魚線嗎 對 天啊 你看裡面有不像感覺 都被擁抱的感覺 它們東西是非常漂亮的 你可以看一下 它們這邊的 它們有這盞燈 它們的總結 這是一盞燈啊 對 它們早前說就是外面 這種燈外面很多仿的 可是你看它的這一個整個毛 跟它這個很蓬鬆 好好摸 這是真的 所以這個真的不多 然後你有沒有聞到 它們家這間 就是斯巴尼 它們是在冰彈 可是感覺不到說 它裡面有什麼超市 沒有沒有 好香喔 怪你那種地價式的味道 會斯巴尼 或濃厚 對 所以你現在進來 它們的瓶觸非常的大 然後你進來的 每一個天花板上 通通都布滿了那個 全熱交換器 這是什麼 就是它可以把好的空氣吸進來 然後好的空氣全部排出去 我們的理念就是大自然跟療癒 對 所以你看到說 你看到這邊所有的家具 我們都非常注重環保 對 你看我們每個燈具都是不一樣的 對 對 每個燈具都是不一樣的 每個燈具 然後每一個包廂 它每一個是幫你服務的包廂 而且所有的那個 液鏡通通都不一樣 所以每次來 很像開彩蛋一樣 對 妳要來看一下彩蛋嗎 那我們走吧 去開彩蛋走 對 好 好